独蛋的邀请 吃饭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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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老师 那个声音 听起来是马蹄声 那是我家的年轻飙师青八的爱马 名叫一届一号的马蹄声 怎么又突然 对不为强 青八 是少爷 请问学员掌事在哪里 在那边 嗯 谢了 驾 爬找学员长 会有什么事啊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呢 都是因为学员长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的教育方针 害我又必须改变上课的计划了啦 哇 年代图琴老师上课 还有排定计划哦 新兵卫 新兵卫 从你的性格判断 我知道你刚刚说的话并不是故意吐槽我的 话说回来 新兵卫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我有一些话要带给图琴老师 带话给我 有脸偶 酥 是吗 你会不错 但不能吃 在厨房把河豚切开炸菜 是谁告诉你这些 霧丸 霧丸听谁说的 乱太郎 也就是说原本的意思是 这是传话 来自山田老师 请立刻到学员长室 对吧 我是蜀哥的偶 嗯 图琴来了 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来的真快呢 想不到偷乱太郎会这么快的 因为我早就已经习惯他们的说话方式 其实是因为刚刚团帐老家派了飙丝送信来 这样啊 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一轮独主忍书教室寄给寻长的信 而且 而且什么 还是用收件护款 然后呢 有什么办法呢 也只要乖乖乖缴钱的 哎呀 现在是有够不送啦 我不是要问那个信的内容是什么 信的内容是询问要不要观摩独主忍书教室的邀请凯 而且配合独带的人数一共是邀请四个人 说到独主忍书教室 这是为了培育未来的优秀独主忍者而设立的 是独主城的忍者学校 背后该不会隐藏了什么诡计吧 嗯 我也想去啦 呀 真是的 他根本就不听见嘛 那么 要怎么选择前去观摩的四个人呢 其中一个 从女忍者教室挑选 剩下的三个人就从一年级的人代里挑选就好啦 光是挑选就是个大问题呢 是件大工程呢 不会 有个简单方便的好方法哦 预备 开始 走开 这是在做什么 是让全体一年级参加的巨型塔贴战 不要 老师 终于决定出参加观摩的人选了 那么是哪几个人 是我啊 一年饼班的乱太郎 还有新州吴玉法 就切的我 新兵卫 还有我这个 只要能抽中 不玩什么都好的小气鬼 误玩 怎么 全体一年级参加的巨型爬兵子选出来的 竟然是乱太郎误玩跟新兵卫 未免太厉害了吧 老师说 的确厉害过头了 实在是太扯了 不不不 主角本来就能这样啊 说什么都要硬要让剧情发展下去 发展下去吧 听清楚了 你们几个一定要用心观摩 是 现在说这些有点晚了 但只有你们去要不要紧 您还乐 还在那边 还有讲师魔戒之小鹿老师跟黑护银老师在 No problem 好了 把这个带着吧 这是什么东西啊 应该是送给魔戒之老师的伴手礼甜点 这样的话 我们也能够一起吃了呢 耶 不 那是我要给你们三个人的作业 话说回来 女忍者教室的参加者呢 哦 她说会随后跟上 都要吃了 四方六方八方 如果有诡异的可疑家伙 快报上名案 就是因为诡异才可疑吧 如果有不诡异的可疑家伙 我们还真想见见呢 听你们讲那些歪理 想必是忍术学员的忍诞对吧 你闹过了没有啊 你们早就知道我们是谁了 抱歉 原则上我们对外来人士 都一定会问你是谁这个问题 那么我先自我介绍 我是毒株忍术教室的忍诞 略称为毒弹 我是头头色鬼 我是风色鬼 我是微色鬼 我是毒弹的女忍者 神色鬼 总之进来吧 为什么毒弹们都要用跳的进去啊 该不会是 该不会是因为毒株忍术教室 本身就是一间忍者屋 里面到处设置了陷阱与机关 是个很可怕的建筑屋 我说风色鬼 你们为什么都要用跳的进去啊 我们这是在训练 所谓的忍者屋 大多是在走进门口不远的地方 设有洞穴陷阱之类的吧 没错 所以我们早就练就 即使是紧急的时候 到了门口都用跳的进去 以免摔到洞穴陷阱里 原来如此 毒弹其实还挺厉害的嘛 那么正常走进去应该没事吧 毕竟你们只是训练 大部分是啦 但是有时候魔戒之老师 还真的会无预警的弄出陷阱来呢 你说什么 今天好像真的是射陷阱的日子呢 乱太郎 你没事吧 乱太郎 乱太郎